近年来,尽管美方始终没有找到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,却始终没有停止对TikTok的打压,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,就采取霸凌行径的做法,扰腕的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,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,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。 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